不喜欢香菜 而有14%的非洲人 17%的欧洲人 和21%的东亚人 不能接受香菜 看来还是我们东亚人最讨厌香菜 嗨 大家好 我是奥伟 说到香菜真的是一个神奇的东西 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 就好像哈密瓜一样 好 不管芒果是不是No.1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 既不是芒果 也不是哈密瓜 而是香菜 其实香菜又名为盐衰 它之所以称为香菜 是因为它在做汤时能额外增加汤的清香味 在烹制肉类时也能去除一些肉腥味 而同时它本身也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对喜欢香菜的人来说 这是一种清爽柠檬或酸橙的香气 但对于讨厌香菜的人来说 却是一种肥皂 虫子或是泥土恶心的味道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两极的情况呢 好 在进一步讲解之前 如果你也对各种生活上的小知识 或是心理学感兴趣的话 下面有个红色的订阅按钮 麻烦帮我按下去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那你就不会错过下期好玩又有趣的小知识咯 好 我们开始吧 香菜具有特殊的气味 根据调查 世界上大约有七分之一的人不喜欢香菜的味道 他们觉得香菜的味道就像肥皂或是臭虫一样 然而对香菜化学成分进行了分析 发现香菜内含有大约40多种的化合物 其中82%是全类 和17%是纯类 全类是香菜强烈气味的主要来源 在肥皂和臭虫释放的毒气中也含有这种全类成分 这也就是为什么香菜的味道会和肥皂虫子扯上关系的原因啦 那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闻到相同的味道呢 加拿大学者认为 研究发现那些认为香菜有着肥皂虫子气味的人 他们都携带着一种叫OR6A2的特殊基因 这种基因对全分子非常敏感 所以如果你也是讨厌香菜的人 或许你也是遗传着这种基因的人哦 话虽如此 但在不喜欢香菜的人中 也不完全所有人都是因为基因的关系 其中还有两个原因是 出生地的饮食习惯和个人的心理因素 一项2012年的研究显示 经常用香菜做菜的南亚、拉美和中东国家 只有3%到7%的人不喜欢香菜 而有14%的非洲人 17%的欧洲人 和21%的东亚人不能接受香菜 看来还是我们东亚人最讨论香菜啊 至于个人心理因素的原因 或许有些人从小没吃过香菜 但时常听家人朋友说香菜很难吃 又或是第一次吃香菜时的印象不太好 那么长久以来的印象 大脑也就默认为香菜就是难吃的食物了 之后再碰到香菜 大脑自然就会告诉自己 别吃着恶心难吃的食物咯 无论你是喜欢香菜还是不喜欢香菜 香菜确实还有它的营养价值了 它的维生素、胡萝卜素、膳食纤维、膳食矿物质等等 几乎所有营养价值都高于我们一般认为非常有营养的蕃茄 另外在前几年香菜居然还成为了日本的热门食物之一 各式各样的食品都出现了香菜口味 如香菜薯片、香菜冰淇淋、香菜爆米花、香菜香肠、香菜泡面、香菜咖喱、香菜寿司、香菜饮料、香菜酱等等 几乎所有你想到的食品都可以有香菜口味 甚至还涌夺了2016年的日本话题食物的冠军 虽然我个人不排斥香菜 但香菜食品确实让我有些傻眼 那如果是荧幕前讨厌香菜的女朋友更不用多说啦 太恶心了对吧 无论如何香菜还是有它的益处的 就算不谈论它有没有香气 它确实具有促进血液循环 为身体获取微量元素和强健胃等功效哦 那你是喜欢香菜的一方 还是讨厌的一方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还有不是这个香菜啦